經歷聖靈報道法 這是我第一次去學習 用這個報道法傳福音 在上星期日 很突然我們店鋪的一個伙計 突然就說很痛身體 然後就說痛到呼吸都呼不到 我老公就送了他去醫院 然後我做完事之後 我就去到醫院探望他 看看他 當我見到他的時候 其實他真的很痛 就皺了眉頭和臉色都青了 我一見到他的時候 我就問他 你覺得怎樣 他說我呼吸都很痛 很快我就聽到聖靈提我 你為他祷告 我想一想 定一定神 祷告 祷告 我就邀請他去祷告 在醫院裡 大家都去過宮蘭醫院 有很多排椅子 找一個排椅子 沒有人坐 沒有影響人 就邀請他去坐下 然後我就很簡單地告訴他 你知道我相信耶穌的 這兩年我就有很多經歷 神很好 主耶穌是很真實的 不如我現在為你祷告 好嗎 他就很乖 他就很乖 好 就閉上眼睛 就開始就學地 好像是葉穆斯教授 那樣 跟他一起去享受神 那做了一陣子之後 其實我一做的過程 因為在醫院 大庭廣眾 我自己的心裏 就有一種是壓力 覺得 有沒有人走過來問我 有沒有人看著我 一直討過的時候 都很顧慮這些事情 就知道自己不是進入得很好 都不要緊 我都覺得照做 之後就問他 我問你現在覺得怎樣 他回答我 沒有 沒有什麼 跟剛才這樣 然後我心就立刻 沉沉 沒有什麼 那怎麼辦 然後我裡面就開始討告 我跟耶穌說 耶穌說你去醫治他 他真的很痛 而且我感受到他很重 整個人是很重淡 整個人很緊 很緊張 很恐懼 我裡面就說 耶穌你來醫治他 然後我再跟他解釋一次 我說其實耶穌真的很好 他曾經真的讓我經歷過 兩次神跡性的醫治 我說他真的很好 我說不如你現在才感受 你自己現在的感覺 你現在感受一下 你現在感受一下 你有多痛 你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等了幾秒 都給他感受一下 我裡面就立刻做祈禱 好了 哇 主耶穌你讓他經歷你 主耶穌你讓他真的經歷你的醫治 你這麼愛我 你這麼好 你是祝福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你都愛的耶穌 我裡面就討告 就等他定一定神 然後我說 那我們再來 我們再做一次討告 你今次就什麼都不要想 你呢 就聽著我去祈禱就可以了 你呢 就不要想事 那他又肯 那我再做 那這次做呢 我就不理了 因為是 那個心態就說 不行 我很想祝福祂 我不想祂繼續痛 而且祂很辛苦 我想祂真是認識耶穌 祂是得著更大的祝福 然後我就 我自己都豁出去 我不理有沒有人看我 不理那個鏡頭其實對著我 不理了 什麼都不理 然後我再一次跟祂討告 今次我就傳言去享受神 我自己先去享受 那一路享受 就是一路去求神的 就是我更多來充滿我們 更多與我同坐 更大更大 我說神啊 你更多與我同坐 你是愛我們的 那 做完這個討告之後呢 我又再問祂了 我說 你現在覺得怎樣 有沒有覺得好些 嗯 他就想一想 我又 我心裡面就 啵啵跳了 他很認真 我真的想的 我又啵啵跳 心裡面 然後我說 怎樣怎樣 你覺得 他說 我有沒有不痛啊 嗯 都差不多 我說 那你的肩膀整個人 有沒有輕鬆一點啊 嗯 有喔 我好像輕鬆了喔 哇 你裡面的心 是否沒有剛才那樣 那樣 那樣 不如說 對喔 那個心好像鬆了 然後我帶去看醫生 整個過程 那樣 那樣 我隔了一天 我去問他 啊 不 然後我就順理成章了 我就說 這個神很好 我說 剛才我為你討論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 是有少少的遙動 你有沒有覺得啊 那真的 他的身體真的有少少的遙動 雖然不是很厲害 但是有的 我說你覺得不覺得 然後他再想一想 是喔 是 說這個就是神的能力 臨到你的身體裡面 已知道 你是有少少輕微的遙動 我說 所以耶穌是很真實的 是真的可以經歷他的能力的 那之後我就順理成章 我說你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啊 那他說 願意喔 那我就帶著他去做了一個討告 那我就很開心 之後就繼續跟他 就是我都放下 我自己都感受到 是我自己都輕鬆了 因為之前第一次跟他討告 我自己都有一些緊張 有些壓力 又心裡沉一沉 就是自己的信心 其實我信心都不大 在那一刻 因為沒有預備到 是傳福音 平時以前傳福音 僅有很多討告 做了很多事才去傳的 但這次是完全沒有的 沒有想過去叫他信主 但是呢 便然後是聖靈 帶著走著 elleritas 他就接受了耶穌 那事情便沒有遠 過了兩天之後 我問她的病況 因為她是前後整個身體 半邊的身體都痛得很厲害 呼氣都痛 走就更加了 伸不到直腿的腰 那晚吃了止痛藥之後 翌日我就沒有打電話問她 然後隔了一天我就WhatsApp她 我問她 你今天有沒有好一點 她說 很奇怪 我那晚吃了止痛藥 翌日一點都不痛 今天都不痛 那我就馬上跟她說 嘩 主耶穌醫治了你 那她就感受到 我想她就感受到 好像真的有些東西 是不是肚子醫治了呢 那我又放下 過了幾天 一個星期左右 我又問她 我問她怎樣怎樣 你有沒有留意身體 有沒有什麼特別不妥 因為醫生說她呢 那麼痛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可能肝膜發炎 就是這樣前後痛 裡面沒事的照光 第二就是可能是生石 痛得那麼緊要 那我就問她 你有沒有留意 有沒有出水拋啊 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啊 我現在完全不痛啊 然後我就更加去 我裡面更加確實 我知道耶穌真的醫治了她 因為沒有可能你這麼痛的狀況 你是吃一粒止痛藥就搞定 一個星期都沒事 不是神職 不是主耶穌醫治 是什麼呢 所以將榮要上誕 歸給耶穌 多謝耶穌醫治 剛剛對上禮拜日呢 好好啊 她雖然本身就跟師母去拍拖 到犧牲了些時間呢 就去到我的店去探望那個伙計 又為她祈禱 讓她更認識神 更認識主耶穌 好 將一齊榮要上課 歸給耶穌醫治 歸給耶穌醫治 多謝呢